各位朋友你们好 这里是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关注学术使命平台 感谢参加我们新一季的学术讲座 我是主持人Steven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2024年9月6号礼拜五晚上的9点 即北京时间礼拜六上午的9点 本学术平台持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立场和右派的政治立场 当前事工的主要任务是 在学术层面继承发展并构建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想体系 在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推广学术使命和教育使命的概念意识 如果有任何朋友希望未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讲座 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电子邮件 您将会收到我们的讲座通知和一些学术资料 今天是我们2024年秋冬季的第一讲 由马克·善传航先生为我们大家提供讲座 基督教家庭学的建立与探索 建造荣耀基督的家庭 善传航原籍中国新疆伊利 自2002年留学旅驻美国 目前是在读博士 著有学术书籍新疆基督教史 简述维吾尔族身份中的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 古代维吾尔摩尼教的发展和变异 以及长篇小说 西域丝绸春秋 还有很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杂志的短篇论文 本讲座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题内容 第二部分是讨论与问答时间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Mark 好 谢谢主持人Steven 谢谢大家能够大家生活都很忙碌 能够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想我们的讲座不只是说讲员要把 需要告诉大家的讲出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觉醒 去意识到一种危机 然后共同参与 去改变现状并且怎样确保未来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家庭学的建立与探索 建造荣耀基督的家庭 今天属于子女教育篇 什么是家庭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你如果说具体的定义 你会发现是比较难以定义的 那么家庭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定义 首先要意识到家庭是最古老的文明建制 由男女婚姻和子女组成 家庭 当然有人说没有子女也叫家庭 那当然也是 但是呢这是不完整的家庭 我们说家庭 有男女婚姻再有子女 这是比较完整的家庭 对 如果没有子女或者是 我们包括婚姻出问题等 那也叫家庭 但她不属于完整的家庭 就是从一个人身体健康一样 你如果不完全的身体的话 那也叫身体 但是呢 她是一种 有时是一种遗憾 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独立单元和细胞团体 所以她是独立的单元 并不需要向社会和政治建制负责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家庭是独立的 她并不需要向社会和政治建制负责 当然她可以去负责 那我们可以想象的 如果有一家人生活的身上老林里 那照样可以生存吧 对吧 她没有大的社会 没有政府 也照样可以生存 因为上帝创造的自然界 有足够的资源 让人们生存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 很大一个问题在于 人类发展这么快 但个人的压力 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那主要的方式 通过现有的经济体制 将本来是免费的资源 上帝创造人的 进行什么 就是价格处理 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变成你需要购买的东西 所以这点呢 导致了现在 虽然社会发达等等 但是生存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社会发展 它不断的一个模式 社会和政治建制呢 应当支持和保护家庭 这点非常重要 但历史上并非如此 但以后会谈 为什么并非如此 那为什么社会和政治 常常并不是去支持家庭 和保护家庭 常常去破坏呢 所以我想判断一个政府 判断一个政体 或者判断一个社会结构 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从家庭的角度判断 你就看这个社会和政治建制 是否支持 是否保护家庭 这点非常重要 这是无法隐瞒的东西 从这点呢 你能判断出政治体制的 它的本质的东西 家庭呢 是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看 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 那么亚当夏娃婚姻 然后呢 上帝告诉他们要什么 生男生女嘛 要有繁衍后代 所以它是以人性为核心的 它是满足人的需要 同时具有神圣性 就上帝所设立的 那我们说 这个神圣性不只是一个比喻 或者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 那它有神圣性之后呢 它会产生作用 它会产生一个作用 就像家庭的 它具有一定的权柄 它就在上帝的真理之内 在上帝所设立的这种命令之内 所以它的运作呢 并非全靠自己 就像有重力一样 你从天空掉下来是不需要的 多么费尽的重力 所以上帝设立家庭具有神圣性也是如此 所以家庭内部呢 它具有一种 像正确方向运作的一种 看不见的力量 这是神圣性所具备的 这种神圣性呢 在很大程度上对抗邪恶性 对抗对家庭的破坏性 这点非常重要 就神圣性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不论是社会团体 还有包括无数论者 包括党派 包括国家 它都要把很多事情进行神圣化嘛 一旦具备神圣性 事情就不一样了 既然具备神圣性 它就开始产生一种生命力 产生一种活力 对家庭关系呢 是最牢靠的个人关系 最最牢靠的个人关系 没有人能比过这个 家庭呢 同时是最牢固的经济单元 这点也非常重要啊 我们想 因为家庭的信任 所以他 他家庭的这种支出经济 可以一同筛化 每个人都 没有私心啊 每个人都为了家庭 所以他是非常牢固的经济单元 这是不容易的 经济单元 你超过家庭 到亲戚层面 就不好办了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家庭的经济单元 也不需要法律固定嘛 对吧 但你其他的经济关系 要用严格的法律 琐碎的法律固定 对 在过去一百年里呢 欧美的政府 学术教育 媒体 社会 结构 意识形态 对家庭进行 针对性的解构和破坏 主要是通过 放纵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就是放纵主义 它是放纵 例如呢 性变态 性乱伦 合法化 在如今呢 达到了高潮 那么提到欧美的 是因为我长期在美国生存 而且现在的问题 非常严重 欧美在这方面 那并不是说 其他国家没问题 其他国家一样 有它的问题 但是欧美呢 是个指标 是个灯塔性的 它能影响全世界 所以呢 我们又在美国 所以我们关注的 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再谈中国 其他国家也不谈了 不谈那么多了 因为我们生存的地方 谈比较好 在中国呢 主要还是通过什么 无神论 无有主义的政治宣传教育 以及日益挤压家庭建设空间的 物质主义的社会结构 所以在中国的 它的无神论 对于家庭是个天然的 具有破坏性 文有主义 再加上宣传 虽然它意思说 我们重视家庭 但它事实上是 对家庭有破坏作用的 对 以及呢 一种我们说 现在物质主义的社会结构 或者你叫经济结构也好 资本结构也好 劳动力结构也好 它呢都日益挤压 家庭建设的空间 所以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 他并不是说 不愿意 当然有一些意识形态 对他们影响 但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生存压力 物质主义的压力 这点大家意识到 所以在欧盟的人口 急剧降低在过去二战之后 为什么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时女权运动 这些运动导致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 它的这种经济结构 社会资本结构 就日益挤压家庭建设的空间了 所以例如我们说在 就是意识形态呢 我们知道很多意识形态天然对家庭不顺眼了 它家庭是个绊脚持的 对他们来说 现在欧美的也是 很多意识形态都是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主义初期的时候 在可以说的1980年代之前 你们会发现 家庭受到的结构和冲击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初期的时候 在苏联 在苏联实践的时候 取消家庭 取消家庭 这个家庭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取消家庭 所以但是呢 当然到了中国 我们说可能有辱家的缘故吧 这点没有实现没有实现 年轻一代都不明 都不太清楚了 最吵的就是 共产主义原始理念 叫共产共产 不光是共同分布财产 这种 就是这种男女关系也是共同的 也是共同的 就是每个人可以和有不同的人发生关系 等等 就是说 在共产主义是这样 但是共产主义并非 它并非是无中胜有的东西 它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启蒙运动 所导致的一些理念 也就是形态嘛 那我们知道希特勒 当时也搞这种嘛 因为一个国家会发现 最终 有些东西无法实行 是因为家庭在对抗 它无法破坏家庭 因为家庭利益 总是人们会认为高于其他利益 所以希特勒的时候 当时就搞婴儿工厂 也认为家庭不需要家庭 就是说男女到公专门 就是女性在工厂里 让男的挑选来去 我们发生关系 然后生孩子 孩子集体饲养 所以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唯物主义的很多东西 物质主义导致的 才有这样的一个 大家听得很荒诞的想法 但当时是这么实施的呀 所以欧美到了现在你看 仍然是朝这个方向走 破坏家庭 当然不同的方式了 现在我们知道同一链的东西 什么变性啊等等 女权主义很多东西 它真的破坏家庭 虽然他们强调家庭很好 但他们所宣传的东西 你去实施的时候 家庭就出问题 离婚率空权高 对吧 全世界都如此了 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 所以我想这个呢 我们需要明白啊 大家简单介绍家庭的基本的概念 所以这个话题呢 在学术界是没有的 因为在学术界很少谈的话题了 就算教育界很少谈家庭 就家庭不是主要的 他们所研究的对象 是个辅助性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为社会服务 而不是为家庭服务 首先为社会服务 好 大家思考一些类问题 第一 为什么没有子女教育学专业 子女教育这么重要 那为什么学校里没这个专业 第二恋爱很重要啊 关系到婚姻的成败 家庭的东西 那为什么恋爱 没有这个专业呢 没有恋爱学呢 第三 为什么没有婚姻学的专业 这都是人类 类生存 无法摆脱的 而且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 或者你说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它是个基础结构嘛 那为什么没有学术专门研究它 为什么不设立专业 那么为什么让每一个人最后都 我们从小到大 然后结婚 我们在家庭方面学问知识 还有恋爱 子女教育 婚姻 家庭管理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习 基于上一代人的口头经验 每一代人都是这样的 在现在的社会中动不动去培训 是用和一个小事情 哪怕是流水线 五六步的工作 十分钟的工作 它还进行反复培训 但为什么这些没有 不光大学里没有这课程 没有研究 也没有这样的培训 当然有生有 基督教里有 社会工作里有 但它那种不属于正规的 我们说像其他专业这种培训了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为什么 我给出答案了 我给出答案主要在于呢 社会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呢 有交集也有对抗 你看第一 有四点三点 学校的专业是由社会制定 因此呢 主要考虑的是社会利益的需要 而不是家庭的利益需要 所以这就是任何学校无法摆脱政治体制 就可能在美国没有来过的话 来的时间很短的 这个美国学校与政治没关 完全错误 美国学校也完全是政治体制的延伸 就是说他只是说我们说他触及的这种所谓的违法呀 或者政治正确的方向不一样 但他的方式是一样的 而美国这么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不比中国差 学校对政治的控制非常严格 那不是一般的 他只是和中国的政治不一样而已 而在控制方面 我认为中国远远不如美国需要政治控制成熟 更加成熟 因为美国就搞了几百年了 对 第三 第二 虽然社会与家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交集 但是在交集之外的领域呢 经常存在直接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这是经常的 我记得以前是特别父母那代 那时候是比较共产主义 比较社会的时代嘛 时期嘛 大家努力想保护家庭利益 尽管政府反复宣传 集体比家庭更重要 国家比家庭更重要 但经常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就经常说 有的家庭就沾公家的光 到公家拿的东西往家里跑 往家里拿等等 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的阶段 包括现在美国的社会 欧洲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 基督教基本上被打垮 自由主义形态呢 他们在都发现 他们在贯彻他们的自由意志 贯彻他们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呢 家里在管理方面 家庭是最大的拦阻 最顽固的存在 经常不一样 和这社会的利益 有冲突 和政治利益 更是经常冲突 所以这种政府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希特勒呀 国家主义早期 都是在谈这个问题 怎么样把家庭破坏掉 所以在欧美也是如此嘛 那同性恋运动 很多的运动 它并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 所谓的是搞这些 这些什么同性恋运动 最主要的目的是 它要解构家庭嘛 摧毁家庭 它要把家庭的概念 完全打摧毁啊 那为了什么 为了更好的控制啊 为了更好的控制 我听说在北朝鲜 就是接了婚的夫妻也是 要多长时间才能见词面 大家有的地方是分开居住 劳动在一起 可能很久才见词面等等 以前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就是说 对于这种 物理主义的政府来讲 无事论的政府来讲 自由主义的政府来讲 那么他们就要实现 社会最佳的管理呢 就是要实现社会机器化 那实现社会机器化呢 家庭的存在就是很大的拦阻 那如果有的家庭 就像以前的社会 就像二战前的日本 以及德国 他们实现什么 国家军队化 那北朝鲜也是嘛 现在国家军队化 那国家军队化 必然导致什么 家庭功能必须丧失 否则是没办法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他的这种逻辑啊 第三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呢 会自动的回避压制 甚至损坏家庭的利益 所以这三点呢 是我给出的答案 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 包括欧美那么发达 在大学里没有家庭学 没有婚姻学 没有子女教育学 没有 家庭经营管理学 没有恋爱学 他所有台内的子女教育 都是社会教育延伸 这种功利制度的 或者是包括私立学号 有很多私立学号也是如此 他是社会教育延伸 他并不是独立的 这点是不一样的 包括家庭教育的 搞家教的也是 在家教育 他也是社会主义 社会教育的延伸 我们谈到的这个家庭教育和 社会的教育不一样 我们不是不需要社会教育 而是我们说 家庭教育 家庭学者方面 严重的忽略 导致我们的利益 直接受到损失 我们的家庭利益 我们的家族利益 我们的子女利益 直接受到损失 这是社会 他在设计的过程中 自然走到这一步的 会挤压家庭的利益 当然他社会政府管理 他肯定要追求 他的管理最有效化 但我们作为个体的家庭 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的家庭利益 受到的损失 你还不至于 跟着他一起叫好 我们利益受到损失 我们知道 我们想办法怎么改变 好 所以建立家庭学的必要性 家庭学非常重要 我把它分成五块 家庭学的组成 第一 子女教育学 基督教的观点 要养育子女成为荣耀父母 荣耀上帝的一代人 当然有个牧师说 应该叫尊荣父母比较好 更准确 尊敬 尊荣父母 当然更好了 在英语中是一个单词了 所以第一部分 是今天讲座的主题 以后我们有机会 可以谈二二三四五 都去谈一下 因为家庭学没有人建立 所以我希望能够鼓 基督徒学者 包括非基督徒学者 能够思考 怎么建立家庭学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 好 第二 恋爱学呢 恋爱学如何找到身体 头脑和灵魂的伴侣 所以这几块呢 就是我把这核心的思想 说出来 这属于高层理论的部分 把我的理论 我把它分成高层 中层 基层 我现在谈高层理论 重要性 因为高层理论是突破 高层理论必须要突破 就像地球中心说 最后要改到太阳中心说 你看哪个更重要了 那我认为家庭也是 是我们要家庭中心 社会中心 咱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 第三 婚姻学 夫妻的身份角色 也责任了 我想结果后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在结婚前 就有系统性的训练 那就有这种知识 不光知谁 实践 各个方面的培训 那些我们的婚姻能避免很多 没有必要的问题 大家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全是从零开始 那肯定出问题 这么重大的事情 能不出问题 肯定出问题 你包括现在盖点小事的培训 就是怕你出问题 婚姻没有培训 第四 父母学 就是父母的角色和责任 第五 家庭管理学 就怎么样管理家庭 家庭如何运作 才能最大程度的幸福成功 所以建立家庭学 势在必行 好 今天又谈第一块 华人子女 在问教育 华女子女教育的问题 因为去年上学期呢 我回高屋牧师呢 我们也倡议 建立华人子女教育联盟 在美国为根基吧 是个并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的组织吧 是个松散性的 就是一个联盟 最初是个联盟性质的 松散性的 对相当于一个大团契吧 所以华人子女教育的误区 我以前谈过啊 子女教育的危机 第一 家庭教育呢 成为什么 我刚才谈到 学校教育的延伸辅助 我把它称为呢 这是高尚的愚昧了 有多少家长免费给学校当助教 是吧 老师完成不了的事情 到家里去 父母当老师 或者聘家教完成 对吧 所以这个是家庭还比较高兴 每个人免费 义务给学校当助教 就是高尚的愚昧啊 私立学校也是如此 私立学校最终也是为什么 社会教育建制服务呀 他只是认为他们可以加一些 他们自己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要学校加点自己的内容 但他整个设计是为了适应社会啊 这点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仍然是服务于社会建制 我们谈的这个家庭学呢 是就是家庭所用就可以了 以家庭为中心 是为了服务于家庭的利益 不是为了服务社会的利益 当然家庭的利益在实现之后 他很多时候也促成社会的利益嘛 但很多时候家庭的利益实现之后呢 会导致社会利益受损 反之亦然 好这些误区的一些华人啊 第二点孩子成为心理复杂 头脑简单的人 我把他称为诺斯提主义的奴隶 就中国的罗家道家啊 还有这个佛教 无论有的人信不信 包括有的不信的基督徒 那种摆脱的这个 没有你没有摆脱 他们所带给你的叫诺斯提主义 这可以我们专门上一课 这种诺斯提主义 你即使是温时论者 在那个文化中 你最后也成为心理复杂 头脑简单的人 孩子也会成为这样 第三点缺乏理想 现实之间的连接点 基督教也是 非基督教家庭也是 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完全理想主义 现实之间的没有连接点 他不是说不考虑工作 不是不考虑挣钱 但连接点在什么地方吗 所以这个是 主家和共产主义的失败怪圈啊 主家和共产主义都是理想主义啊 他和现实之间没有连接点啊 就导致最后现实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去年上月就上春节 我提到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有 家庭有子女读书啊 一家的几个子女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书之后都自杀了 都自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缺乏连接点 第四呢缺乏自我认识 缺乏自我意识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是机器化和动物化的趋势嘛 就像现在搞AI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他很聪明 到底和人什么区别吗 对吧 你有的时候没有灵魂 那有的人不相拥有灵魂怎么弄嘛 啊 其实就是从每个人能听明白的层面呢 AI他没有自我意识功能 他没有自我意识 是自责人的区别 我们人有自我意识嘛 例如我们可以批评自己 我们可以后悔 我们可以对自己进行认识 反省 这就是自我意识 自我认识 这是机器化动物化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所以华人子女教育呢 很多小孩缺乏自我意识 就是在美国群体体内呢 他们会认为华人子女呢 不sensitive 不敏感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 就缺乏自我的意识 缺乏自我意识 第五呢 基督教的教育了 神性过度 人性不足 这基督徒自己就很大的误区 几乎没有例外 我看到的 导致小孩要我叛逆将来 彻底反对基督教 甚至抛弃基督教 或者是就平庸了 平平庸庸了 第六呢 我们低估了社会 包括网络环境的负面影响力 并且对此 我们束手无策 我们低估了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力 包括教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力 那学校的负面影响力 我们都低估了 即使我们知道 也束手无策 所以我讲这六点呢 是子女教育的危机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倡议成为 倡议成立华人子女教育联盟呢 那首先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经验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资源共享 对吧 一定会在谈这个问题 第四 我们作为父母呢 急需探索建立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所以我就提出家庭教育学嘛 但是高层理论了 分到几块母大块 然后子女教育学呢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家庭学能分为高层 中层继承 那么我们子女教育学呢 也能够把它分成 高层中层继承 三层理论 资源教学 高层理论有些哲学部分抽象了 纲领 就是我们实验什么目的 我们像什么哲学负责 像什么信仰负责 像什么意识形态负责 这点非常重要 你必须有个定位 如果你没有这个定位技术的孩子 那么这个社会 这个学校他接触的人 他们的话那个环境 网络电影媒体 就会给他这个坐标 每个人都需要坐标 就像每个人走路开车 你需要个坐标 否则就乱套 每个人也是 你无论意识不意识到 你是有个坐标的 我们说这个坐标就是哲学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信仰 你的宗教 你的最高负责对象 你的人事的意义所在 那么我们说 例如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对学生的教育 基督徒学生教育 就说 我说你们记住一个 那就高层理论 你们就荣耀上帝 荣耀父母 这是作用你们高层理论 忠诚你们想办法 下基层再用 那么中层理论叫算法部分 相当于计算机的算法部分 做出运作模型来 能做出运作模型 所以有些学生如果说 我怎么荣耀父母 用上帝 那我现在选什么专业 我要把什么专业学得非常好 我将来等等 学业学得等等非常好 专业的工作这种设计 中层理论 那么基层理论实际部分 我怎么投入呢 那我就每天擦擦实地学习了 对我们去思考请教 这就是诗操部分 技术应用 所以这三层理论 所以教育学呢 家庭学每一块 每一个板块都能分成三层理论 那么子女教育学 我们今天谈子女教育 也分成三层理论 当然我们说 国际最广的是 中层理论和基层理论 尤其是基层理论 这是我们需要 我们家庭子女教联盟 我们一步步把它建设起来的 极区的建设 理论建设 好 我今天先简单的谈一下 基层理论实操部分 就是关于子女教育 家庭教育 家庭 就是子女教育盘式为主 这实操部分 第一呢 要定期召开家庭会议养成习惯 要有定期召开家庭会议的习惯 有什么内容呢 商议家务促进关系 祷告读经 很多时候 我还是以基督徒为例子了 不说建立家庭的会议 就家庭聚会了 大家马上认为 就是学圣经验祷告 那又不对了 你又成为教会功能的原生了 你没必要替教会 担任一些责任 就如同你也没必要替学校 我们小孩上学的学校 担任一步责任 一样道理 我们家庭要独立 我们不是变成别人附庸 我们就是个独立的压块 我们必须要去做好 所以这个会议包括很多事情 商业家务 就与子女好比说 总结一下这个星期 每个小孩的表现等等 大家有什么想法谈一谈 促进关系 聊聊天 处理一些事务 商量还计划 每年的 我下个月的计划 有什么困难 那有时候也能加入什么 祷告读经 但是呢 这是家 就所有的导购读经 所有的商议 它是为家庭服务的 不是为教会 也不是为社会 这点非常重要 只是为家庭服务 唯有家庭 一点记住 基督教喜欢讲唯有 当你说一个唯有 上级不叫唯有了 对吧 我就说唯有家庭 我们谈到唯有家庭 没有第二个 嗯 所以呢 这个我最早看到 就是开家庭会议的这个 东西呢 对我气息呢 是整整十年前 或者十一年前吧 可能是十一年前 我当时读了本书 就是在美国当时畅销书 呃 当时二零一二出的啊 纽约诗 这被评为纽约 叫什么纽约时报什么的 畅销书啊 全世界很有名 翻翻译成了很多语种 啊 那个英语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成为更好的父亲 后来翻译成中文 如何做一个好父亲 大概这个意思 那个书呢 我就读了啊 读了呢 因为当时呃 我认识那个作者 所以他这个书呢 就给我记了一本 我就读了 读了以后呢 我当时看了 因为他是搞 以前是搞商业的这个人 而且搞政治 他以前搞 对他在美国驻外大使 啊 所以他搞东西呢 就学义我们的现代化管理 家庭 他也发现 他说家庭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说我们所有的单位都要开会 定期开会是吧 那是为什么家庭不定期开会呢 我们所有的单位 所有的事情开会 我们要商量很多事情 制定计划等等分配任务 为什么不去家庭会议呢 所以他说应该这样做 所以他提出了家庭会议的 定期状况家庭会议 然后家庭会议干什么啊 就像管理那种一步步 就能就像那种商业东西模式吧 就是那个受到的启发 我当时看到以后非常的吃惊 我也想是呀 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 家庭这么重要 我们在社会中 就需要我们 比家庭不重要的事 我们都能够开会呀 仅仅有条的管理呀 就探讨 家庭我们都是什么 走过一天看一天 不能收 出了问题才一块商量 但是你在出力之前就变成如此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 第一次他受到的非常大的启发 就开始搞我自己的家庭会议 那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 我认识国内有个牧师 叫夏牧师 他们在教会中呢 也推广这个东西 从基督教的角度 推广家庭会议 他们推广的也是如此 会议包括所有的内容 不只是不是教会的延伸 因为这个夏牧师就认为呢 家庭很重要 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 是教会的核心 你们这概念非常正确啊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元嘛 所以也就是说 作为教会 作为社会来讲 要大量的用资源 去研究 去扶持家庭才对啊 如果不愿意扶持家庭的 大的单位 而且有冲突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一定是 他的社会结构上 他是要贬低家庭的位置 他想结构家庭 家庭好像通通的 那种要小心 那一定小心 那非常可怕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 我个人的实践案例呢 加上 就这个 这个人 作者叫 姓石 他叫 大家都叫了 史雷顿大使啊 史雷顿先生 他呢 对我当时 非常大的启发 然后呢 过去几年呢 那夏目市那边 他们 在中国我们在教会 搞这个 效果非常非常好 每个家庭都也是认为 哎呀 为什么不找这样子 就大家为什么 没想到这边 就大家问 为什么没想到 因为这个社会 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判断 很多是来自社会的灌输 如果没有社会的灌输 我们靠独立的话 是非常难的 非常非常难的 你的很多独立思考 都是在那种社会 灌输的框架之下 你突破很难的 突破非常难 然后呢 第二步 睡觉前呢 要为孩子们祷告 这个呢 我养成了习惯 我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 出生前 我就这么做的 我并没听过任何人这么做 但我是坚持这么做 我也分享给其他朋友 睡觉前为孩子们祷告 一直要长大离开家 坚持祷告 这个祷告也是 不需要有规定的 那我们尽量每天 如果有时候忙 就隔一天也不要紧 有时候甚至忙 一星期隔一星期都不要紧 但你不要间断 你总是会他们祷告 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 他的效果 他的效果 但祷告固定祷告词呢 他有些内容 涉及的很多内容嘛 哪些方面嘛 最好固定住 每次当然有灵活的 有一两句 灵活的 就现在的事情进行祷告 但有些是长期固定的 固定祷告词 反复对孩子重复 当孩子长大出去 说二十多岁 你会发现 与你不一样 就这个重复 同样的单词祷告呢 内容祷告呢 很多基督徒认为 这个 好像圣经说 不要重复那么多话 那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这就像你讲 圣经那个教会中讲到 你为什么反复重复 真理要重复 你想那个德国的那个 叫什么戈尔 是负责搞宣传的 宣传部的负责人嘛 提希特勒 他就是谎言说一千遍 就是真理嘛 他的意思谎言 通过这种建制性宣传 反复宣传 劳北新最后相声真理 那么周恩来也说这个话 周恩来说这个话 当然不是发明嘛 他也说谎言说一千遍 就是真理 所以中国也是这么高 很多政府都这么高 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你每个人 你真正能够独立思维的人 非常非常少 但你一旦有家庭力 有核心了 你就开始独立思维了 你就不容易被那么混弄了 所以呢 这个固定祷告词 反复重复非常重要 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有的人 可能不来解东正教 东教里讲呢 有一句祷告词 耶稣祷告词 就叫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怜悯我这个罪人吧 他强调翻翻覆覆打扣 最后个人的操练 翻翻覆覆打扣 那东教徒最后意识到 他是非常厉害的 那是非常厉害的东西 给人带来极大的益权 所以呢 给孩子也是 最前为他不打扣 简单的就行 一分钟就能结束 不要太长 一分钟就能结束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所谓这种世俗啊 教育啊 很多谈的这种孩子关心啊 等等 收到钱啊 孩子拥抱啊 亲爱啊 给他读书啊 讲故事 那都可以做 但你坚持如果祷告 你别的很难坚持 有的时候 特别读书啊 读着读 大人就睡着了 是 但是你祷告 这种一分钟 甚至半分钟 你现在来不及 十秒钟 哪怕一句话都不一样 但对小孩来说 你每天你都给祷告 可以父母轮流祷告 那不一定要一起 就尽量坚持住 而且反反复复重复 从他小的时候 一出生 出生前就是这样了 啊 所以所以呢 最后这些祷告词呢 深深的印在什么 他的头脑中 印在他的心灵中 能够伴随他的一生 呃 所以未来呢 我们会提供 呃 经过十件多年的祷告版本 做参考了 对 第三呢 要重视培养孩子 建立什么 家庭建设的意识 从小要给孩子呢 就是我们说 孩子要顺服父母呀 孩子要好好学习呀 给父母家庭争亲啊 等等 这都不错 但是你要 给他一个叫 家庭建设意识 就是我们怎么样 一起努力 把家庭建设更好 我们怎样 给家庭贡献好 因为孩子 啊 他就概念 从小建立起来 这是不一样的 他有 他有一个蓝图 他有一个项目 是不一样的 啊 不不不只是做家务了 那东西做家务 跟你说 对小孩这个 呃 在在欧美比较 他们比较欣赏这个 其实效果很一般 效果一般 你对孩子 家务对孩子的影响 效果非常一般 嗯 你参与孩子家庭建设 不一样 建设建设 那例如 他不一定是要干活 好不 举个例子 啊 我们 华人喜欢说 学习的问题 没问题啊 你现在 你这些 你现在把学习搞好 就是对家庭建设 最大的贡献 这次之余 再谈其他东西 啊 还有的是 大的弟兄 大的哥哥姐姐 照顾小的呀 等等 啊 有的时候帮忙 这段家务啊 等等 但你千万不要认为 做家务 这个小孩就能够得到 良心的塑造 那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有作用 但作用是 其实并不是很大 嗯 并不是很大 因为小孩到大了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初想培养他 勤奋的习惯 就个例子 培养勤嘛 培养勤奋 干很多事都可以勤奋 不只是非要体力活动 所以你培养勤奋之后 他长大还不会干家务吗 肯定会干家务 哪能不会干的 一定会的 啊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 你关键是要培养他勤奋的习惯 培养勤奋习惯 不只是不做家务 嗯 好 所以呢 从小给孩子建立一种 家庭建设的意识啊 也就是要建设家庭 我们 所以开会 每一个会议 最后就指向家庭建设 大家是为了建设 更好的建设家庭 为了家庭的利益 为了家庭的复制 唯有家庭 没有家庭 没有地儿 好 父母呢 这是中国人说的了啊 华人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你看这个漫画 母亲挑水 然后儿子那边 那头很轻 还拿着气球 就说那意思 那个那头 那个气球竟然撑起来的 好 《红楼梦》 曹学琴里面的啊 曹学琴《红楼梦》里 有他的好了歌 可能大家可能知道 好了歌嘛 其中有一段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儿孙忘不了 至今父母 至今父母过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就是父母 孝顺父母过来多 孝顺儿孙 确实很少见 所以我想 我对我的父母啊 因为我母亲去世 感到非常亏钱 感到亏了亏了亏了 这个就是一代人 都是这样了 但是 但是应该有趁着机会 能够 做一些事情 对 但是后面 还有好了歌的 你知道是吧 嗯 神都小 神也好 我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轰肿一堆草莫了 因为他这个 好了歌非常有名 对 这些父母过来多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可怜天下父母亲呢 这句话呢 是来自慈禧太后的一首诗 一首诗 因为慈禧太后呢 他我们说 忙于国家大事嘛 是吧 是国家元首 他后来他父母老了 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就写了一首诗 意思就是他很亏欠 没有照顾父母 光忙于国家大事了 对吧 中国经常宣传啊 等等 很多 忙于国家大事啊 就忘了家庭了 那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是吧 对 那可怜天下父母亲 是慈禧太后的名言 他的1910里边的一句话 可怜天下父母亲 好 圣经之言22章6节 教养孩童 是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非常重要 包括你从小 你的固定祷告词 给孩子从小半岁的 要是你我们说18岁吧 半岁到18年甚至多 那些东西永远不会离开他 你的祷告词永远不会 他不是记得祷告词 那个祷告词对他的头脑心灵 整个生命的塑造 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我下面这个 世间最 世间最伟大的职业 为父为母 这是谁说的 这是我说的 这是我提出的口号 世间最伟大的职业 是为父为母 我们知道在欧美来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 大家才被重视家庭 是对的 这是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本该如此 但为什么基督教的传统 现在慢慢被打碎呢 因为现在的整个政治 这二战之后的整个政治意识形态 他和基督教之间相矛盾的 是对立的呀 其实他一点都要破坏家庭的结构 那家庭结构一旦被破坏了 将来我们说社会机器化 社会军队化 那都容易实现了 结束于父母的教导 是子女脚签的灯路上光了 圣经中有句话是吧 我们说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脚签的灯路上的光 父母的教导 就是子女们脚签的灯路上的光 你小时候教导 一辈子都不离开 所以你有事要无意中说个话 孩子记一辈子 他能够受益一辈子 所以你在很多说话的时候 特别注意 在生活中你不可能注意 在家庭会议之前 你自己要想一想 要说什么话 给孩子谈什么 有的可以 你自己写些笔记 家庭开会 你要认真 你要主持会议 好像作为父亲主持会议 有时候母亲主持会议 都可以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你在好像每个会议中 就这段时间的事情 你好给孩子讲一个教育 教育他的事情 无论智慧 无论是经验 教训也好 无论是一个指点 未来 指点什么 就是一段时间 都有这样的 所以你在不断的处理这个事情 你如果每周一次就很好 每周一次孩子就成为习惯 他最后感到非常好 但这个会议要特别的 什么灵活 不是很斯板 大家不愿意开会了 是吧 动了就对学生 小孩就烦了 你记住这是家庭利益 家庭利益 包括父母的利益 孩子的利益 就成为大家都愿意参与的一个活动 不一定有一周 两周一次也先 忙的时候可以空一空 那每次的话 你这种子女呢 那我们最后 不论学一遍圣经 都有祷告嘛 祷告很重要了 那么我们圣经那也是 有的时候直接运用教育了 直接教育的时候 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就全就运用了 这个问题是 所以教育的三大独立板块 第一 下面我们不可以 也就是不可以将 家庭子女教育的责任和福分 只交给学校教会 这是不可以的 学校也学了责任 他完成他的责任 教会教会的责任 完成他的责任 我们家庭父母要完成 我们家庭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成为 学校教育的原生 我们不可以替他去做什么 当然不是有事 不是绝对的 我们是可以有事 去协助学校和教育 做他们责任的事 但那是辅助性的 那不是我们的主要责任 同样 教会他主要责任 也不是搞你的家庭教育 一样的道理 教会他有他负责信仰宗教 学校的负责知识教育 也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反对他 缺他 不要他 不是 而是我想谈的 我们缺这一块 我们为什么缺这一块 没有意识到 我们要发展这一块 所以教育的三大独立板块 缺一不可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教会教育 在基督教来讲 都是这样 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 不是没有信宗教的 他也有他的方式 对吧 教会有什么代替 有人用艺术 追求艺术 对吧 或者是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有人用体育来追求 艺术成为一种精神追求 对啊 等等情况了 家庭呢 所以家庭主要是搞生命教育 就对孩子生命教育 教会是宗教教育 学校的知识教育 三大独立板块 缺一不可 彼此独立 但互相有交集 我想说明的是 家庭教育 我们一直缺乏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形成学问 没有形成学术 没有形成学科 没有培训 所以家庭教育呢 是基础其实啊 是基础 我们知道在上学前 最初那几年 是基础啊 是最重要的板块 就让家庭教育 就如同对家庭来说 对孩子来说 像耶稣的比喻 你是用石头 在石头地基上建房子 还是在沙子地基上建房子吧 啊 这也可以把这心理 也可以 当然 这个比喻也可以用于学校教育 教会教育 这两个板块吧 啊 好 顺便之前讲 这就到 这就内容就完了 然后呢 顺便做两个广告 第一广告给我们自己 我们自然倡导 华人子女教育联盟 一定要带有这个意识啊 啊 一定要意识 第一呢 我们属于松散心的团积式结构 呃 第二呢 我们秉承基督教的理念原则 啊 大原则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细节的东西 任何人都能用 呃 第三呢 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 你形成联盟之后 要资源共享嘛 还有利益内卷 利益内卷嘛 啊 这是中国的词 就是利益不对 就是飞水不留为人田嘛 啊 家庭教育联盟 这非常重要啊 这初期的工作呢 我们可以通过Zoom 呃 不定期呢 提供父母家庭的团契和培训 刚我们谈到这些东西可以深化呀 那基础 呃 基属理论 我们可以深化 我们大家实践了以后 一段时间父母一块交流 谈谈经验 对吧 还这问题怎么处理的 你那问题怎么处理的 多么丰富的资源啊 不要每个人从林夫 学起 不要每个人都单打独斗 啊 我们要形成这种建制 啊 开始是无形化的建制 对啊 当然一到一无形化 一旦我们人多了 大家愿意参加了 我们就成为建制嘛 因为你要想保护家庭的 也许在欧美这边 你必须要有社会建制 否则你无法保护家庭的 第二呢 我们就编写教程 我们可以发行出版 啊 让这些团教育来盟里面 大家去用 啊 这课本呢 教程呢 有些是教学用的 有些呢 直接可以拿去操作 操作手册 大家去操作 提供的基本理论建设传播了 我们说有高层的 也有中层的 有基层的 基层的是 最需要传播 最需要建设 因为我们需要很大的人群 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地点中 去实践 反复实践 我们建立高层理论 中层理论 基层理论 反复去实践 呃 隐蔽的学术中发展嘛 就像其他学科一样嘛 那我们经过两三代人 就起来了呀 对吧 很多学科二代前 在发展起来的呀 那现在都很厉害了 那我们也是经过两 一两代人 就能发展起来 这个学科 嗯 这广告了啊 给我们自己的这种广告啊 广告二啊 广告二呢 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本书啊 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 对我很有影响啊 就是我那个 呃 也是个私人朋友 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他呢 建立了全球父亲联盟 他已经建立了十几年了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他在干什么了啊 也非常共鸣 他建立两个机构 一是全球父亲联盟 因为他也说家庭中 主要父亲 成气候 士气就好办 就好办 父亲是我们说在 不管任何文化中 但母亲也有厉害的 就是那不是规律 普遍规律还是父亲 他是主要责任吧 啊 主要主任 他对家庭影响是最重要的 啊 是家庭的中流砥柱了 还有他还有个机构 叫家庭第一 所以呢 他研究呢 他在全世界有 二十多国家吧 有他的分支机构 对亚洲非常兴旺 但是呢他会他发现 日本的家庭 他非常震惊 他跟我们分享了那些数据 啊 日本的家庭的萎缩 就是就是年轻人不结婚 可能是世界现在 最高的比例吧 第二就是韩国的 听说 就是在几代的年 完蛋 人口就没什么了 啊 所以就说 他就在研究 为什么这个 家庭观念丧失 日本高度发达社会 啊 我们也谈一些东西 当然我的理论就是 就是因为这种高度发展 啊 现在的经济模式 啊 就是欧美式的这种资本主经济模式 导致了这种社会压力 物质压力 社会结构 就挤压家庭 一定是这样的 而这个设计是专门的 绝对不是故意的 啊 绝对不是无意的 它是专门的 它不是意识不到这问题 因为他要 怎么 社会机械化嘛 高速运转 利益最大化嘛 那必然挤压 家庭利益 他这种设计 就是说 他就是挤压 他不是专门 直接针对你 破坏你 但挤压你 形成非常大的什么 伤害对家庭 所以很多年轻 那个就是说 不去结婚嘛 在日本 包括日本 现在很多男女 他连门都不出 他如果在家里工作的话 几年的不出门 都选择不结婚 这中国我听说 也是如此大城市 为什么大城市呢 就是他们把这 所谓的先进的这种 这种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学来了 就社会机器化 他是 社会机器化 社会机器化之后 必然发展到社会 什么军队化 这是一定的 你们等的巧 一定的 一二十年就可能 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就发现了 只有基督教的信仰 才能够解决日本人的问题 所以日本人 他分支机构 日本的教会很小 日本的基督徒非常少 教会很小 所以呢 他就感到呢 有上帝的带领 他就发动为日本的教会和基督徒家庭祷告40天了 下面有一个链接 你看这个 prayforasia.org 为亚洲祷告 因为他将来还要为其他国家发动祷告 他也发现了 他在搞自己家庭施工 你搞到最后发现 就是必须上帝的这样参与了 所以他 他组长祷告 而这次祷告呢 40天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 好比某个教会 大概轮着来 轮着来 好比这个教会 你选择一天我祷告 我教会要每个人号召这天祷告 对 这是他开始为日本 因为日本的原 就是日本的家庭的被损害的情况最为严重 他认为 所以从2024年9月29号 就本月29号星期天开始 到11月7号结束 就链接上呢 他没让我做广告了 我是很愿意为他做广告 链接上呢 底下还有签署的就是教会啊 基督教单位 宁愿加入就把填写简单的信息 对 嗯 简单的信息 底下图标是他的这个图标啊 家庭第一的家庭第一对 他的全球附近联盟 我也非常欣赏了 对 最后一页 这就是他的书啊 这个就中文翻译成成就好爸爸啊 英文是翻译成如何成为更好的父亲 男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你看没有 这非常好 但为什么就就基督教理念 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你看都是他当然走得比较早了 他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啊 至少我记得哪一年 就是他写书的时候就开始了 应该就是在应该是十四五年前了 就开始了 看到了这一点 嗯 他是很很虔诚的基督徒了 他早期呢 是美国硅谷的一个传奇人物之一了 美国硅谷 他上过时代周刊 他们当时的三个人 后来呢 这个美国周外大使 很有成就个人 家庭也非常非常好 子女也非常好 所以他呢 是我看到的最早的 就是把这个事情 把他理论化 概念化 进行实践的一个人 这几年呢 我想 应该圣灵的风向吧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这一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社会对我们的家庭挤压越来越明显 以前不明显意识不到 现在越来越明显呀 那很多父母管理子女 这头的问题就是反复对抗 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呀 不过从上学也好 这种机器滑运动 小孩熬夜半天学习 对吧 好多人以为美国不是 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高中比中国还辛苦 好多人不知道 对 中国的高中高考 那比美国这么 差远了 那个辛苦是什么 差远了 对 好多人不知道而已了 对 那都是不太了解吧 就是一些 好多都是一些 人云亦云的东西 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 这种乌托邦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在美国也是 我们更感到的压力啊 华人教育 父母子女啊 就更有压力 所以就社会不断的逼着我们 要去做出反应 这为时不晚了 为时不晚 最重要我们有我们 伟大的上帝啊 有我们同在 提供我们所有的资源 但我们人要尽到责任呀 那么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建立家庭学 建立家庭 华人资金教育联盟 我们目的是进入迦南地 就仿佛说我们 这个事工 以及我们学术的推广 学术的发展 就是为了进入迦南地 就进入家庭 进入家庭的迦南地了 家庭的这种事情 迦南地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这是迦南地的话 按圣经就约 你需要流血征赞了 迦南地是上帝的应许 很多基督徒想的比较简单 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发生 No 应许越大 你征赞越大 应许越大 越美好 你付出的代价越大 一定是这样 所以迦南地就是 你看以色列留学征赞 但上帝不是应许之地 是应许之地 所以子女教育联盟 以及家庭学这边 也是如此 非常重要的 能够使不计其数的家庭 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要预备好什么 要花很大的力气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要征赞 才能够进入迦南地 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 还要什么 那你还要保持了 所以我想呢 就业中的案例非常非常好 我们所以要 有上帝能够帮我们 提供所有的资源 但是我们要什么 要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全力以赴 对 这次基础上 上帝的资源才有意义 上帝对你的帮助才有意义 对 要先行 我们要去努力 所以这个 我想这个基督徒要意识到 要意识到 好的 这是我今天的讲座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马克 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 因为我个人 我跟马克 我们也是 这一年以来 也开始意识到 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私下也经常探讨了 马克 我们自己之前 搞过一些讲座 是相关的 很多概念 我相信大家熟悉 但是又没有真正的听到过 马克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 我想下面是我们的 这个讨论的时间 我们先请刘诗博教授 有一个回应 大家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到留言区 待会我会替大家来发问 有请刘诗博教授 刚才听了马克的家庭学的体系 他很完整的 三层的理论 还有学科建造的目的等等 我是第一次听见 我非常高兴 因为以前我好像也在平台里讲过 基督教教育 历史发展 还有到今天面临的问题 如果这个有我们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些学者和各方面 包括部者传达人和信徒共同参与来构建的话 那么这一个 这个家庭学 这个他不就不再是一个理论 而是一个从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体系 是可以被我们有共同信仰的人来使用的 那就非常好 就是解决了我以前一直思考 也担忧的那个基督教教育的这个衰落的问题 很明显 如果是了解基督教教育的话 这个评估是一致的 就是基督教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是衰落的 不是在蓬勃发展兴旺的 哪怕是在一些个别的福音兴旺的地区里面 基督教教育也跟上一个世纪比 甚至跟前一个世纪比 都是在衰落的 那么解决的途径在哪里 我自己一直都没有想出来 但是今天看到马克的这个讲座的话 我感到眼前一亮 我觉得如果大家共同参与 不是在搞一个 简单的去说搞一个学问 那就是学者的事情 而是我们共同参与 形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运用的 这么一个知识体系 其实很多学科都是这样形成的 不过呢 很可惜的就不是产生于基督教 比如说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等等 都是在基督教以外产生的学科 但是影响力很大 现在变成了一种专业权威 反过来影响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变真假 就接受了这些教外理论 以为是普世准则 一点都不感觉到他们的理论 跟圣经的原则的冲突 这才是可悲的地方 也就是基督教在西方衰落的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我要回应的话 就是说非常希望 马可探导的这一个事工 能够被各个教诲 特别是教会领袖 传道人重视起来 各个基督徒的家庭 重视起来 这就是我的回应 谢谢 感谢刘士博老师 非常棒的回应 刘士博老师以前也是 专门做过基督教教育的讲座 在我们平台上 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去回顾一些 马可有什么要回应刘老师 你谢谢刘老师回应了 刘老师搞教育人 人类学以前写那个文章 石门槛啊等等 那个文章非常棒 还有跟我们提供了几次讲座 他从基督教教育方面 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 那种结论 以及探导出 尤其石门槛 他那篇文章 非常欣赏 我刚刚看到刘延 那个 刘士博教师 谈到红色高棉 以前就实现过 就所谓家庭丧失这种东西 对 这我就不了解 好 谢谢刘老师 非常感谢 好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先到 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周是同样的时间 同样时间 下周是由我来讲 基督教的 建立基督教的教育局的一个畅想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讲座 好 再次感谢 马克提供的精彩的讲座 和大家的热情参与 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您的电子邮件 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的恩惠 常与我们同在 阿们 - 欢迎访讨论子的管理 - 欢迎访讨论子的观众 - 欢迎访讨论子的观众